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林慧英有关建筑的启发 是因为父亲带着他游历欧洲各国 回国之后认识了梁思成 1923年他们连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勇 一起到美国去留学 梁思勇所学的是考古 林慧英跟梁思成学的是建筑 1928年在他们回国的过程当中 他们顺便游历了建筑领域里面 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建筑旅行 他们到了欧洲 到了一些重要的建筑史的国家去进行参观 当时候很多传统的中国建筑开始消失 西方的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那整个建筑界随着一个西方建筑的传入 跟民族建筑复兴的一个大环境的思考 再配合自从清末洋务运动 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去 到了民国时期有很多的建筑留学生回到中国 时代的环境提供了梁思成参与中国建筑研究的一个 很好的机会 梁思成跟林慧英为了理解宋营造法事里面的 特殊的建筑的与会 他们走遍了中国大陆 他们就北京附近 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古建筑 向正定的龙兴市 他们就有机会 透过实体建筑的对照 去看中国建筑的发展 这个是他到河北的正定的东南角 他们看到了兆州的铁桥 这个部分是他们到了太原的时候 所看到的禁池 促成了林慧英他们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接触到了老百姓的生活 民众的生活不同的地点 不同建筑的发现 对他们而言都是理解宋营造法事 乃至于中国建筑变迁非常重要的 林慧英对于建筑的养成 透过他非常有诗意的文学作品 他在这一个阶段 从他开始调查以后 产出了非常多的文学作品 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学作品里面 看到他从早期还是小女生 跟徐志摩之间 这个非常单纯的互动的文学产出 开始产生了一个转变 1932年的时候 林慧英在他的作品里面 提到了首次提到了建筑意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描述 文人的诗意跟画意的过程当中 建筑所代表的意涵 这个意涵所表现的是一块石头 跟工匠之间的对话 所反映的是建筑跟社会之间的对话 那这样子的对话促成他对于建筑意的思考 从1931年他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 他陆陆续续在不同的媒体上发表了他的文章 这些文章跟其他的文学家最大的差别 就是他们跟建筑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他建筑意的表现 这一篇文章叫黄昏过泰山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跟环境跟建筑 跟生活的空间之间的回应 对于林慧英而言 古迹的调查 老建筑的参访 其实都是促成他文学诗意的来源之一 因为他们的作品变成是那个年代 在设计中国古典四样建筑的时候 唯一的参考 所以这些作品也变成我们的师长 他们当时候在学习中国建筑史 唯一的参考依据 对于从古典到现代 从工业革命所产出的这些观念 是从对他们的影响 他就透过文学的作品 所谈到的好建筑 必须兼具三个特色 包括实用 包括兼用 包括美观 这三个的代表 其实就是中国古建筑 1950年之后 林慧英进入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的主角其实是梁思成 从婚姻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林慧英事实上 一直是梁思成很好互动的伙伴 这样子的伙伴也反映在设计的议题里面 梁思成跟林慧英所代表的 中国建筑的思潮的变迁 事实上林慧英一直扮演辅助者的角色 在1955年林慧英过世之后 他的人生结束了 但是回到建筑意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梁思成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 他讲了登山一马当仙 对于一个老年人而言 为什么会努力的往前跑 努力往上爬 他的个性我们从他的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 他说 只因恐怕落后 所以拼命向前 林慧英作为他的妻子 就如同金月灵在他过世之后所描述的 他的一对晚帘送给了林慧英 他是这么描述的 他说 一生诗意千寻铺 万古人间四月天 回到文学 我认为林慧英 其实作为中国建筑史也好 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好 他的定位 其实就如同脱俗清新的 气概女子一样 这样子的形容 我想对林慧英而言 应该是非常适切的 我是张坤正 谢谢大家 解头脑的渴 开领略之门 人文讲堂